實測下來出油的狀況變成輕度出油 這結果讓我很驚訝 而且我那時候耳朵後面也有長痘痘 我那時候也是有擦後面的痘痘 欸 現在好了耶 但不是說隨便話就有這種妝效喔 沒有人物你感覺啊 我想講 你們是不是有對這兩盤有更了解更清楚了呢 那這樣你們知道該怎麼選擇嗎 沒錯 桌子牌便當一樣有個半死 哈囉 是Memsen 今天要來分享開Beauty的王妃盤和真果盤 如果想要看真果盤之前全系列的眼影分享 可以點右上方的連結 之前有拍過一集很詳細的評比 然後最近不是口罩才剛解封嗎 除了唇材可以買起來 還有什麼地方要注重的 就是臉最大塊的面積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臉部肌膚的狀況 前陣子過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狂暴吃殘痘酥啊 狂長痘痘 順便跟你們分享我這陣子的抗痘保養 跟我最近用到的抗痘保養品 讓我從這樣 變成這樣 再來講一下我今天的妝 今天底妝我用的是FIMI 用兩個顏色混色 一個是110魂118 上頭的方式是用Corey的上髮 用海綿這樣脫蹭脫蹭的方式 所以底妝非常的薄 眉毛我用的是KAYBEAUTY的雙色眉粉餅 因為我今天的眼妝比較屬於氛圍感的眼妝 所以讓眉毛用淡一點 眉頭是用KATE的BR之二 眉尾我用ADEL的染眉膏去刷 有點漸層的感覺 4號是Light to Medium 眉毛的組合是KAYBEAUTY加上KATE 然後還有ADEL 眼影就是KAYBEAUTY的深骨盤 睫毛的組合是用高色的魔術捲翹定型睫毛液 還有Ole Mascara兩個搭配 今天睫毛還是很長 超喜歡 全臉定妝用的是NAS的小白餅 這個是我們最近才買的 裡面的粉糊太薄了 很不好沾取 所以我自己就用SALON的底妝刷 正果那一組的 這個型號是AC02 我就這樣子正反面這樣子沾 好不好 你看 正面反面 這樣子 兩面都有沾到 雖然它可能比較少知道定比較久 但這個沾取小白餅的沾粉量 我覺得算是蠻足夠的 不會沾不到粉 他當然是推薦用ESSENCE的水滴粉鋪來沾 用這個沾取粉的量也會蠻多的 因為有讀者問我們 小白餅有沒有推薦用什麼刷子去沾取它 用蜜粉刷沾取小白餅好像都沾不到粉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找MISS的那種粉底刷都可以 這樣子沾 都可以沾到大量的粉 推薦給你們 這支又很便宜才238而已 我覺得小白餅有點提亮 但是它沒有光澤 沒有什麼光澤 有沒有 它就是輕微的提亮 但不會到很死白 也不會浮一層很厚的粉 我目前用起來是覺得還蠻喜歡的 用這種補妝啊 沒有粉感 然後輕微提亮很讚 鼻影用的是BBIA的10號色 我們挑的這個色號是超級像影子的顏色 所以打鼻影會很自然 我今天所有的痘印跟痘痘都是用Minext的遮瑕 色號是2號 我覺得這支很好用 因為它用的不會暗沉 也不會洗乾皮 遮瑕度也蠻好的 目前使用起來都是還蠻喜歡的 我沒有拿來遮黑眼圈啦 就是拿來遮痘印而已 影眼帶的是新歐的經典琥珀 這個花色 因為我的瞳孔比較黑 所以戴起來外圈的感覺是一圈灰灰的 裡面有點琥珀的顏色 它是我喜歡的那種放射狀的 但是不是很銳利的線條 只有一點點微放大 不會到很誇張 所以這個我還可以接受 當初是特價的時候買到的 唇彩我用的是KATE的怪獸唇膏 我是疊了兩個色號 10號跟14號 這個是14號 然後這個是10號 14號有點橘中橘中的 10號的話是有點紅棕色 14號我拿來當作打底 10號這個紅棕色我把它打在 下唇的最下緣 把它當作陰影的感覺 然後打在中間 其實不是很明顯啦 我都有用唇刷在把它暈過 今天的唇 我覺得很好看耶 跟整個臉搭起來是有個氛圍感 然後它也不會搶過眼妝 我洗臉用的是淨化毛孔的 金銀花淨化毛孔結顏凝露 後面搭配的是 金銀花抗素調理精華 這兩塊是我之前有分享過的一個台灣品牌 TUTICEN 就是他們家的產品 之前我說過他們家的產品是中西一起研發 針對台灣濕熱氣後設計的保養 老規矩先給你們看 我是用這兩個產品膚況的變化 先從全臉來看 這張截圖是使用之前的記錄 時間是1月21除夕 因為狂吃蟬豆酥 測試這些保養的過程 我也不會特別去忌口 所以還真的長了一些痘痘在嘴咒的附近 隔天出去去半半跑了很多地方 口到帶好帶滿 畫面上可以看到 皮膩旁邊有個微微放紅蓄濕帶發的悶痘 再過個幾天就看到那顆菜型痘了 還記得我額頭那兩顆紅紅的痘印嗎 是之前開箱教室那集的痘痘 現在留下的是北上的痘印 那兩個痘印已經陪我一個月了 那部影片是在去年聖誕節的時候拍的 我那天在拍使用前的影片 結果忘了先擦淋滋水才想到要錄影記錄 這些照片跟之前一樣 我都是用錄影的方式再去截圖下來的畫面 所以使用前可以看到我嘴皺的痘痘 額頭下巴還有一些明顯的痘印 下巴痘印附近還有一些紅紅的色塊 第七天額頭痘印稍微淡了一點 菜型痘已經冒出來有濃的那種 其實這時候是可以搭配痘痘貼 只是我要測試產品才沒有搭配痘痘貼 嘴皺附近的痘痘已經開始成熟了 痘痘周圍的泛紅面積也開始縮小了 第16天可以看到菜型痘已經自爆之後結痂了 嘴皺的痘痘已經邁向復原的狀態 就連痘印也開始變淡了 第30天整體的膚況也提升 已經長的痘痘改善不少 也沒有再長新的痘痘了 再來看鼻頭粉刺 使用之前鼻頭粉刺布滿鼻頭 就是一顆完整的草莓 持續用到30天之後 除了黑頭粉刺沒有那麼明顯 就連包圍粉刺的洞口也小很多 如果是關注我們比較久的老觀眾 應該看過我之前的鼻頭粉刺真的很誇張 再來我知道我有黑頭粉刺的年紀 到現在從來沒有看過毛孔變得這麼乾淨 這個成果我自己也是很驚豔 再來看我們下巴的地方 使用之前下巴的動硬比較多 紅色的色塊也比較明顯 紅色的色塊變淺了 下巴看起來乾淨很多 就連嘴皺痘痘也快好了 這款金銀花淨化毛孔結顏凝露 成分有金銀花萃取 蒲公英萃取 其他成分我先放在旁邊 有興趣的人可以暫停參考一下 功效我也放在旁邊 它是整罐很有質感的黑色簡單包裝 是透明類似水凝膠的質地 金銀花萃取主要是 調理肌膚出油跟深層淨化毛孔的髒污 它裡面還有一個成分是 普攻英萃取 被譽為是美容界的萬金油 沒錯!就是你們路邊常看到的那個普攻英 欸我去查才發現 它是普普但不容小看耶 前面提到基本產品訴求的功效以外 對於看完的肌膚還有色素粉刺都能改善 還有收斂毛孔的效果 這款是控油不是去油 不是洗了它就不會出油 去油只是治標性洗掉你臉上的油份 過敏兩下要跟豬排便當一樣油半死 但是控油可以藉由調理皮脂線 延緩出油又可以降低出油量 竟然讓你的妝不容易滑掉 在使用提示這段期間 我們其實有測試保濕的底妝 實測它出油的狀況 出油量的確真的有變少 我補一個實測畫面給你們看好了 正常來講保濕型的底妝 我出油的時候一定在鼻溝會有大肌油的現象 但是實測下來出油的狀況變成輕度出油 這結果讓我很驚訝 我覺得這款洗面凌路很適合混合肌 倒油性肌 可以改善出油進化毛孔 就能降低皮膚的各種瑕疵 接下來夏天要倒就很適合整臉都會出油的人 同時皮膚敏感的人也很適合 因為它很溫和也很天然 但就是比較難起泡 所以我會搭配起泡網來洗臉 我洗臉的過程是完全不會刺痛 而且就算不小心跑到眼睛也完全不會尋顏 嚇我 流入血 沖 現在這樣子跑到眼睛也都不會覺得濕 所以我覺得它這款是還滿溫和的 這個泡 洗完臉會變得很亮 但手都是泡沫 海平就是這麼坎坷 而且除了游量明顯有變慢也有減少 乾肌我們有推薦一定要入手 因為我們在冬天用的時候 雖然不出爐的地方是不會脫皮還是會緊繃 但就是會比較乾燥一點 雖然不至於起皮或者是脫屑啦 可是我沒有辦法保證超乾肌的狀況 畢竟每個人的過敏很不同 接下來是金銀花抗痘調理精華 這罐是我們第二罐了 第一罐我已經用完了完全空掉 又是一個空空傷 因為我很認真在查 洗完臉之後我自己是上完所有的保養品 最後一個步驟在粉刺、黑頭 或者是毛孔粗大、痘痘的地方 我會塗這一罐抗痘精華 不得不說這罐我實在是太喜歡了 因為這瓶精華大幅改善了吃鯊魚的痘痘 那今晚再來點個兩份實力 忘了來輕術一下 成分主要有金銀花萃取、水洋酸 其他成分我放在旁邊 這罐主要是可以舒緩泛紅、淡化暗沉、緊緻毛孔 促進角質更新代謝 這款是透明質地的水狀精華 一小滴就可以擦整個鼻頭 這擦我們兩個整個的鼻頭 喔對是兩個鼻頭 因為它的延展度很好 所以只要非常少量就可以了 我用一滴可以擦很多顆痘痘 我好像是下面有長三顆痘痘一樣 在過年那時候長超多痘痘 很密集 如果是一滴的話就會點斬片 一整片痘痘 而且我那時候耳朵後面也有長痘痘 我那時候也是有擦後面的痘痘 現在好了耶 大概擦有沒有五次 應該擦五次之後它就好了 因為我那個痘痘好久了 其實超級久的 我想說那是流嗎 怎麼都還沒好 而且很大的 喔對有拍照 很噁心欸 你們要看嗎 精華萃取含有5% 這個成分主要是 調理皮脂線降低出油 另外還有燒鹽殺菌的功效 因為它抗菌力強 所以也可以幫助痘痘殺菌 除了可以對抗皮膚內部的細菌 調命B3可以淡化暗沉 還可以維持亮白 還可以改善膚色不均 降低黑色素的形成 所以可以看到我之前成年的痘痘被淡化 不過痘痘淡化的時間比較因人而異 主要是可以 潔淨毛孔 緊緻毛孔 不過這瓶痘痘精華的確能夠改善 像我那些各種時期痘痘的狀況 實際上我講的痘痘 還有口罩的悶痘 除了調理痘痘還能夠改善毛孔的問題 裡面水洋酸那個成分 其實我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過 它是相對很多酸類比較溫和的成分 這支特別調配0.28%的水洋酸 很溫和 不會太過強烈 可以軟化去除老肺角質還有清淋毛孔 改善黑白頭粉刺 擦上去會有微微刺癢刺癢的感覺 但是不會刺痛的這種感覺 大概維持30秒到1分鐘之間 但是每個人狀況不同 不管是痘痘痘痘還是粉刺都可以用 會好得比平常快很多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年紀如果長痘痘的話 如果不靠外力輔助治療來改善 其實我們痘痘一個月都不會好 就算好了之後也會留下痘印 留下痘印 留下痘印 所以我才說我用這罐很有感 我們自己用大概是兩個星期的適應期 鼻翼附近會浮一層乾皮 但只有上妝的時候會看得到 有一點點的軟皮貼在皮膚上 主要是裡面有茶素精油 那時候就是角質正在代謝的過程 如果有這個現象是正常的 可以把使用頻率先延長 改成一天一次或者是兩天一次 或是妝前加強保濕 兩個星期之後持續擦都不會脫皮了 不過這個成分常被專業的皮膚科醫師推崇 原因是因為它是最天然的抗菌作用 他們唯一的缺點就是盒子的姿態小 想要看旁邊說明 都要特地用手機拍照然後放大這樣看 差點脫窗 出油量大或是毛孔出大 但是沒有痘痘問題的人 常常會有閉鎖性粉刺無法好好的正常代謝 就可以先從前面凝露開始調理 先把皮膚的油水平衡控制住 閉鎖性粉刺跟油光都會減緩很多 但是開始有痘痘問題的時候 就可以搭配抗痘調理精華 保養要隨著膚礦膚質去做調配 不一定要一瓶精華用到完 可以彈性運用 如果痘痘調理遇到瓶頸 又或者你跟我一樣愛吃零食炸物 然後金錢會容易長痘痘的 可以試試看這兩罐組合 也可以在看皮膚科或中醫的時候 搭配這兩罐使用 推提給你們參考 接下來是Kai Beauty最新兩盤眼影比對 基本上這兩盤眼影畫出來的妝都是偏溫柔 我覺得都是屬於氛圍感的眼影盤 差別在於色調跟亮片 先從外觀還有配色開始 兩盤同樣都是霧面透明 可以一眼看到盤裡的配色 表面上都是雷射LOGO 背面都有每一顆的名字 不過有沒有名字 這個對我來講比較無所謂 都是MADE IN KOREA 王菲盤偏向藕中色系 整盤調色的跨度不會很大 所以怎麼畫都不容易出錯 珍果盤的配色比較偏向粉橘色系 雖然顏色跨度也不會太大 但是可以畫出有層次感的眼妝 霧面色的王菲盤有五顆 珍果盤有六顆 亮片色的王菲盤有兩顆 珍果盤有三顆 另外王菲盤還有兩顆超低調斷光 珍果和王菲盤的打底色 都有清理眼皮或是暈染眼影邊界 也可以拿來提亮的作用 但是珍果盤的打底色比王菲盤還白 比較有透明度 主色 王菲盤有兩顆 珍果盤有三顆 第七顆在盤裡看起來有一點小小的細亮粉 這顆會比其他霧面色多一點細微的透明度 類似斷光 王菲盤的兩顆主色都是藕粉色系 珍果盤就可以畫成粉色、杏色或偏中性大地色的眼妝 其實這兩盤的主色也都可以當作眼窩打底色 因為他們顏色一樣都不會很重 用鬆散的刷具暈開顏色都會比較柔和 所以他們當眼窩色也不會突兀 亮片色王菲盤第四顆 是一顆藕粉色珠光的底色 夾雜大量的銀白色的小亮片 這顆的底色比較有透明感 所以眼中打亮的時候 會有明顯銀白色的反光折射 另一顆是美粉色珠光均勻的夾雜粉色、銀色和草綠色的細閃 珠光底色比第四顆飽和 亮片也比第四顆再細小 所以這顆的閃度會比第四顆再更低調 這兩顆都是有底色 加上裡面的亮片和底色比較接近 亮片就比較沒有跳出來的感覺 所以亮片也會顯得比較低調 珍果盤的亮片只有一顆有底色 另外兩顆幾乎沒有底色 第一顆是底色透明度很高的核桃色 裡面散滿密集桃粉色 交錯橘金色的細閃 妝效比較像偏光的亮片色 第五顆沒有盤裡看到的那麼深 底色是珍果殼上的顏色 上面有密集白色、粉色、綠色的細閃 但因為密度很密 加上底色比較重 所以亮片感不會那麼明顯 上妝看起來會比較像珠光色 第九顆是有大量的銀白色 交錯七彩的細閃亮片 這顆妝效比較有波光靈迷、水光的妝效 要注意的地方是第一顆和第九顆亮片色 都是偏乾的粉質 所以上妝的時候要小心弱粉的問題 第五顆粉質比較有濕度 服貼性也會比較好 王菲盤斷光色 第五顆有少量的白色細閃 但實際上也看不出來 這兩顆的斷光上眼非常低調 低調到可能一般人看到會以為是霧面眼影 但是這兩顆跟霧面眼影不一樣的地方是 霧面眼影畫出來的妝效會有柔和的粉霧感 這兩顆給你的感覺是 看過去是霧面的眼妝 但是是有穿透清澈效果的妝效 類似薄紗的透明感 但是我要老實說 這兩個顏色很像我眼皮的暗沉色 所以上妝我的眼皮比較像是沒有妝效 本質的話王菲盤比較綿密 真我盤的粉壓的比較實 那我先更換一個眼妝 回來再跟你們說我對這兩盤的心得 先沾這顆幫眼皮打個底 這顆可以先校正眼皮的暗沉 也可以提亮眼皮 讓眼皮看起來比較乾淨一點 接下來沾這顆粉色打在整個眼皮 這個粉色會比王菲盤的還要再粉嫩一點 但這顆也是不會顯眼泡 粉質非常好暈 你看 這樣隨便暈暈 旁邊就是散的 不用特別去過度 這樣子眼睛也不會覺得泡泡的 這樣子就好了 剩下的魚粉往上暈 這樣才會有一點點氛圍感 然後下眼影的話我要換另外一個顏色 下眼影我要沾這顆橘色 範圍我會打大一點 它這個很厚啊 所以其實打的範圍就會比較大 如果拿小的話會比較容易有銳利的線條 所以我拿這種比較大的 它的平面的面積比較大 側面這邊 取粉的面積有稍微有一點點高度 所以在畫下眼影的時候 它暈得比較大片 剩下一點點的魚粉往前帶 後面要比較明顯一點 有沒有它這個 直接整個暈到的質這邊來了 算是比較大片的 你看上面是粉色 下面是橘色 其實這兩個顏色搭在一起 也非常的協調 你看這樣整個眼妝看起來也不會覺得說很無聊 上面我再暈稍微明顯一點好了 因為我怕相機會吃光 也要是沾這顆粉色 如果以我平常的眼妝的話 其實我不會這樣就完成 因為一般眼妝都是一定會加深 然後亮片色 但是我想要呈現氛圍感的眼妝 所以我今天就是用比較簡單的畫法 就是兩個顏色 這樣就完成一個眼妝 剩下的眼線用這個噴濕刷去之後 再把它拉一條眼線出來 先壓在睫毛根部 把睫毛根部填滿 像有時候我在畫眼線的時候 會擋住視線 我就會轉一個方向 就是眼珠避開 像這樣子要畫這邊的時候 我就可以 眼珠可以看得到 這邊要著色的地方 如果刷具擋在前面的話 視線就會被擋住 所以我就會轉一個方向 然後眼尾再拉一條 細細的眼線 要直視前方的鏡子 這樣子眼線才不會 一睜他眼睛的時候位置不一樣 其實我在拍這部影片 我一直在想說 到底要不要試其他色給你們看 因為我如果其他色都不試給你們看的話 拍這一盤會覺得說 好像你們都看不到其他的妝效 可是我比較想表達的是 它有另外一種氛圍感的畫法 所以我覺得這種簡單的兩三個顏色 畫出一個眼妝就很好看了 不一定要疊很多顏色 才可以完成一個眼妝 你們可能看了會有點想說 會覺得又不是什麼特別厲害的畫法 就只是兩三個顏色疊上去而已 可是我覺得用這種眼妝看起來 就是比較清澈比較乾淨 那其實趕時間的人也可以這樣畫 就很簡單 目前其實這樣子的眼妝就可以了 我在找時間畫 真果盤的另外一個眼妝 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關注一下我們的IG 那這樣眼妝就完成了 然後我要去補上睫毛膏 等一下帶回來 第一顆先用這一顆明白色 先幫這個暗沉的眼皮先校色一下 然後讓眼皮乾淨一點 不會整個眼周都打到 有沒有跟剛剛差很多 這樣兩眼比對 我換另外一支刷子好了 跟頸面的刷子顯色度就會更明顯 好 這樣整個眼皮乾淨之後 再來上後面的顏色 這樣顏色才會都是對的 直接用這一顆 這一顆是有點微斷光的 雖然在眼皮上看起來好像是霧面 不是完全的霧喔 它是有一點點微光澤的感覺 但是又不像珠光那麼強烈 上在眼皮上你們就知道了 有沒有 你不會覺得它是霧融融的 這是跟我剛剛前面講的一樣 因為這個顏色很像我的眼皮暗沉色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沒妝感 我直接用兩眼給你們看好了 因為這樣子看起來才會看得出來說 我適合上妝的 可是如果用單隻眼睛的話 會覺得好像沒有什麼顏色 它的顏色就是偏透 所以會覺得說有透明感 很像是自己皮膚的顏色 但我覺得這個顏色其實是好看的 我先打滿整個眼折 其實打高一點就不會像眼皮暗沉色了 我覺得其實它單色畫就很好看了 不需要疊結成很多顏色 才會說那個眼妝特別漂亮 可是我覺得這樣的單畫就很漂亮了 因為我已經把顏色暈到雙眼皮折上面了 所以你們會覺得是有畫眼妝的 可是不是很濃 也不是眼皮暗沉 也不是黑眼圈的顏色 就是有一點深邃感的妝效 好想這樣單上就好了喔 我這部影片的眼妝顏色都用很少 你們可以到IG看其他人分享的眼妝 我覺得應該很多可以學習 但是因為我這邊想跟你說的是 它這兩盤幾乎每個霧面色都可以單色完成一個眼妝 就很漂亮了 不是我要偷懶 真的不是我要偷懶 我覺得這樣就很好看了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去換刷子暈喔 我就直接這樣子暈 它就直接最上面都是散的了 有一個打底色 然後加上這種有點類似門牙刷 然後側面是蓬鬆的 這樣子暈上去 它就直接都暈開了 其實這樣就是一個日常妝啊 然後臥鏟色 我看一下 這個顏色 跟這個顏色 這兩顏色都用臥鏟色嗎 還是好像有點微臥鏟 比較好看 還是這個顏色 好像這個顏色 那我挑這個顏色好了 我先試試看刷具不要噴濕 用這個顏色 有辦法 很低調 我現在沾多一點 光澤都是非常低調的那種 因為它的底色跟亮片色太接近了 所以亮片色比較不好跳出來 但是其實這樣子低調的亮片也很漂亮啊 不是很外放 看起來就是很簡單 很漂亮 很溫柔 很有氣質 眼線我用這個顏色好了 一樣把刷具噴濕之後 用這個顏色拉一條眼線 好這樣子眼線就完成了 我再去把睫毛膏補上之後再回來 我這裡的腮紅 是打中間這一顆 要沾中間這一顆有點刻難 我是用點彩刷 都是這樣邊邊沾一點點 然後再轉一下 沾一點點 因為它這個顏色是有點斷光 所以我想說 反而拿來當作腮紅色會有點光澤 順便就是邊打亮邊當腮紅色 它就會像這樣子周圍有點粉粉的 然後我打在這個地方 就再加重一點點 當腮紅好好看喔 哇這光澤好漂亮喔 好就這樣 因為這兩盤身前跨度其實並沒有很大 所以在日常妝來講會比較好駕馭 色調也是比較不容易化髒的調色 如果只能選一盤要怎麼選 兩盤其實我都覺得不太用思考 哪一盤比較好上手 如果是上班想要簡單快速一點 就選王菲盤 王菲盤畫出來的眼妝幾乎都是以氛圍感為主 畫出來的妝效都是偏向 沉穩 溫柔 優雅 穩重的方向 藕粉色也不會顯眼庞 那如果你是不需要太擔心 上班要面對客戶還是長官 不用怕亮片太引人注目 就可以挑真果盤 真果盤可以畫出有層次感 或是有氛圍感的眼妝 妝效風格可以白白水妝容 淡雅 少女嫩感或是純玉妝 比較多種風格 但不是說隨便畫就有這種妝效喔 也是要搭配你的腮紅眉毛 或者是眼線去製造妝效 但其實我覺得這兩盤都可以 單用霧面色畫出很好看的眼妝 不一定要加注光過亮片 雖然這兩盤的顏色不濃烈 但是顏色調得很厲害 就連新手都可以簡單上手 他們兩個都可以一排一個妝 或者是四個一個妝 但如果是喜歡明顯層次感的話 就可以直接pass 怎麼樣 你想說什麼 每次我的影片你都要進來 沒有 我只是想說一下 我覺得他們兩個給我的感覺啊 有人問你感覺啊 我想講 可以卡掉了 我覺得這兩盤真的有姐姐妹妹之分 你有覺得嗎 黃飛是姐姐 妹妹是真果 怎麼說 大姐是溫柔啊 二姐是有一點強勢的 放屁不是每個大姐都溫柔喔 我想到的大姐二姐是想到那個小婦人 就是有四姐妹那一種的 一定要是四姐妹才可以 三姐妹不行喔 兩姐妹也不行 老大都是屬於比較溫柔派的 這兩盤都是有家教的那個夜影牌 你不覺得嗎 因為它是誰沙嘎金呢 兩個夜影牌沙嘎金 你要講啊 可能火星牌比較沙嘎金一點 可能會被封鎖耶 不是火星牌比較有個性啊 這兩個都比較像是溫柔型的 這兩盤不用練習 它就是一個安全牌 而且不會化醜啊 這盤果牌是溫柔 但是它不是總優雅 對它不是優雅 優雅的是光碑盤 這兩盤就是適合不太會化妝的新手 怎麼大家都不會出錯 而且也不會突兀 後來我有去看老師的影片 老師是說 他想要研發不會讓人家苦惱的眼影 就是你看到一盤眼影 不會有用不到的顏色 或是不知道該怎麼配色的眼影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專櫃的貴婦品牌的眼影 通常都是很無腦的 因為貴婦不會去專演 要怎麼畫眼妝 大部分是四到五顆眼影 就可以花錢給眼妝 不用燒腦的去想要怎麼配色 雖然這兩盤的粉質 跟一線雙貴眼影的粉質 是不同的走向 但是這兩盤大概就是 貴婦的使用途徑下去調色 就是怎麼畫都不會出錯 怎麼搭也不會奇怪 對黃基也是友善的調色 是的 今天分享真果盤跟王菲盤的比對 你們是不是有 對這兩盤有更了解更清楚了呢 那這樣你們知道該怎麼選擇嗎 沒錯 就是兩盤都買起來 那最重要的是 不要忘記 訂閱 關注 泰TV 不是是初生雙包 我們更精彩的影片 下次見囉 掰掰 應該是一身汗了吧 我已經快要爆汗了我 最後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跟追蹤我們的IG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